蘋果不只是財報上面 有點猶豫市場預期更重要的是 下個禮拜他有產品發表會 而且他提前告訴大家 這一次會圍繞在AI手機 AI iPhone上面 大家都學聰明了 一定要講AI股價才會漲 但是他有沒有辦法 讓台灣第一期期的手機股 繼續續航呢 就要請教股息小王子了 今天其實外資在期貨上面 還是以做空 對 怎麼會這樣 大漲200多點到快300點 為什麼做空 因為畢竟前高啊 外資應該是有點保守 兩手策略嘛 現貨一手買超 可是期貨是稍微偏空 因為他空袋已經到了1.9萬口了 所以整個五月行情 如果說遇到前高 可能就稍微小心一點 大概就是在季線到前高附近震盪 好 但是因為手機的機器比較低 我們發現現在低機器會輪流 對 沒錯 蘋果自己也是低機器 他也輪流 對對對 所以能輪到怎麼樣 哪些股票 然後另外當然你覺得最穩定的 一定還是有殖利率的股票 對 沒錯 我們來想一下 這個整個五月份 其實大概都是在漲這個傳產 四月份大概漲這個傳產股 很久沒有人看這個電子股了 我已經低迷好久了 低迷這麼久了 那要怎麼樣激勵他 一定要有一些大企業 站出來講話 是 對 我們先看一下 跟手機比較有相關 我手機這個大家更快遺忘他了 對 因為已經衰退了兩年了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蘋果跟高通聯手報息 他們公布出來的財報 那你說好也沒有說多好 但是只要打敗華爾街分析師的預期 就算好了 我們先看一下蘋果 那他上季的獲利跟營收 其實都是低於去年的同期 iPhone營收也下滑 這是可以預期的到 可是我們看出來 講出來的成績 營收908億 比市場預估903億也好 就讚了 要比的是市場預估 不是去年 對 沒錯 然後EPS1.53美元 也比這個市場預估1.5美元還好 那整個展望說低位數成長 能成長就不錯了 對不對 現在是沒有什麼人在用iPhone 所以大家對他期待很低 對 期待很低 可是重點在於 下面這一點 他要額外回購3.5兆台幣的 庫廠股 3.5兆 很多 那代表說是等於是一個波音的市值 那一定是對自己公司的股價有信心 才會實施這麼大金額的庫廠股 那他其實就跟這個 Tesla很像 有點利空出鏡的感覺 那再來下禮拜有這個新品的活動 要發表新品了 還有這個6月還有開發者大會 其實大家最期待就是他有重大AI計畫 沒有人問他自己講 有重大的AI計畫 所以說代表說AI iPhone要來 那如果說像我也是用這個 iPhone用很久了 就懶得換 可是如果真的導入AI 那我就想換了 像趙華我記得是剛換手機 i15 如果說換導入AI你會再想換嗎 可是要看到AI在什麼地方啊 換了新房也要順便換一下新機 對不對 還沒運售好嗎 iPhone我就是真的想換了 大家都會想換 就會激勵整個手機股往上 因為他已經很多年也不算創新了 難得有這種可能創新功能 我覺得每年都差不多啊 就我來看的話 再來看一下高通 那高通簡單看一下 就是說所有的不管是這個 營收EPS 甚至財測的營收跟EPS 全部都打敗華爾街分析師的預期 然後這個高通有講到 跟蘋果會達成協議 繼續供應這個5G數據晶片給蘋果使用 到2027年3月 那結論來看 我覺得手機市場經過兩年的衰退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 這個分析來看 不管是2022年跟2023年 全球的智慧型手機跟iPhone 基本上都是衰退的 我們看這個就知道了 2022年2023年都衰退 可是到2024跟2025 這個全球的智慧型手機會年增 4.3%跟2.2% 那蘋果的話年增2.5% 1.3% 其實都是 頒為正成長 所以我覺得手機這塊大家 忽略很久 我們可以來稍微關注一下 我們用三個面向 第一個基本面 低劑營收 是不是年增率是正的 第二個 這個籌碼面 三大法人最近時間也沒有買 然後再來 他是在月線之上還是月線之下 那至少要在月線之上 不然的話 他比大盤還弱 大盤在月線附近 那整個整體來看說 如果說有兩個是偏正向的 我認為就是比較偏波段的 波段的股票 如果說是 比較說兩個偏負向的 那可能就是偏反彈 比如說像這個先進光 就可能偏反彈而已 那大力光也可能偏反彈而已 你看他這個 三大法人還在賣超 也在月線之下 那比較偏正向的 比如說鴻海 鴻海一定是正向 總不能說要負向 現在大家都這麼看好鴻海 他是波段的 不是波段的 因為三大法人買了4.5萬張 那像其他 三個都正向 比如說正微 我們來看 年增率是正的 三大法人也買超 那也在月線之上 那我們就挑來看一下 我們先看第一檔 真的是走波段 有沒有機會 先看這個2392正微 那下禮拜是不是 蘋果有新品要發表 你看他這個示意圖 這邊有一支筆有沒有 那傳聞 這個蘋果會發表 新的iPad跟觸控筆 觸控筆 主要的供應商 可能是正微 可能是正微 這是你挑的圖 還是我們編輯挑的 沒有沒有 它是本來蘋果的示意圖 蘋果本人的示意圖放上來 不是我這樣這麼精心設計 好 那來看一下這個正微 那 通路能源 他都是正成長 3C零組件 那這個外資5天買超了 2800多張 都是偏買超的嘛 那你看這個技術面 技術面是底底高 底部越電越高 在電子股很低 年的時候 他突然創了一個進行的新高 而且這邊是壓力嘛 他今天用一個 小小的跳空突破 那前高這邊有個上影線 49.45 如果說能站上去 那我覺得就有機會再轉強 那我覺得位階相對低啊 有拉回的話 今天的量已經比那天大很多了 對 今天是有一點表菜的量 所以這個如果有拉回到今天紅 可以1 2 我覺得都可以做留意 好 那我們看一下第二檔 好 第二檔是這個2367的躍滑 我本來想要講這個滑通啊 那怕這個 因為之前有講過 怕被這個趙滑念講一模一樣 哦 而且這個滑通是沙尾盤 好 那我們找一檔有上月線的 就是2367的躍滑 你很用心耶 就是怎樣都要有滑就對了 對 因為這件事比較弱 這件事電弱了 這個最近有滑字好像都還蠻強 所以我硬塞了一檔是2367 什麼硬塞了一檔 好好介紹的啦 好 那我們看一下 他是這個手機PCB版 那就是台灣第三大 那我覺得 他的題材就是轉虧為遠 因為去年是虧0.5 那今年法人孤賺1塊8到2塊 那首先這個消費型電子 有機會慢慢回溫嗎 那主要就是他在低軌衛星這一塊 低軌衛星這一塊 能把他的毛利率提高 如果他的比重拉高的話 可以改善他的毛利率 那營收其實不錯喔 你看他3月營收 4月還沒公佈 16億是111年9月以來新高 那技術面來看 你看這個整理了相當久 整理了這麼久之後 今天一根K線 他有上了月線 那這邊基本上是一個箱形整理嘛 那箱形整理的下緣 當然就是找機會偏多嘛 因為他也沒有跌破啊 找機會偏多之後來到箱形整理上緣 大概在29塊多 我們就觀察一下 如果說能上來 第一個先減碼一半嘛 如果說真能突破 我覺得就有機會轉強 因為今年就是一個虧轉贏的題材 嗯 虧轉贏 而且還成長蠻多 成長非常多 從-0.5到今年可以賺1塊8到2塊 那也沉積了蠻久了 畢竟說股價比較便宜啊 畢竟滑通你要挑戰100塊 也有的話 人目標大概就100嘛 你說公共100也是有難度的 所以這檔是他可以留意一下 好 所以你可以集結一個有滑的概念股 下次來 我就把所有有滑的全部找出來 好 好那手機相關還有嗎 好那我覺得說 剛剛是這兩檔是比較偏波段的 就是有機會繼續漲 那如果說 偏反彈的 這個線好可怕 這個線不好看 對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最近的比較偏這個手機鏡頭 或是NB鏡頭相關的 都比較弱一點 然後因為人氣一旦退散 要反彈 沒有量 其實就比較難攻 沒有量 大貨也跑光光 對我們先看這個3362的先進光 之前是標股 這邊就很妖 對 首先先看一下 他這三月營收是年減5.3% 現在之前法說就是對今年有稍微 保守觀望一點 對 然後再來看這個 這個大戶 400張大戶十股 一直在往下 所以籌碼面的話是比較 不漂亮 然後技術面也不太好看 你看今天碰到了這個月線 馬上留了一個上限 大家今天去搶了 就馬上先短套 那上面還有一個這個季線的壓力 所以這個反彈 如果說這邊是層層的套牢賣壓 盡量就是說 搶反彈要適可而止 就是說不要去追高 這檔就是比較偏反彈的股票 可是很多人會因為他的位階 已經很低了 而且會自行腦補對不對 這邊大戶也很低啊 一路上去一路飆 會不會這邊又重來一次 那至少要等他大戶只要稍微往上 再來搶會比較好一點 或是站上月線會比較穩一點 不過大家這種飆過的股票 如果再來一趟也是有可能的 這是手機相關的 那剛剛提到 因為六七八月 出全息的旺境來了 所以現在有殖利率的就是保了 沒錯 來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已經到五月份了 五月份要怎麼選股 提供給大家 五窮六決嘛 五窮六決 通常都是五六月電子股就非常難操作 那事實上好像今年來看 也是這個樣子對不對 這四五月都是在漲傳產股嘛 好來我們先來看一下 五月過去37年我統計啊 過去37年下跌機率有56% 所以五月本來就是一跌難漲 那我提供大家一個選股方向 你自己回家 大家自己回家也可以用這個方向 怎麼樣會金額起高檔震盪 第一個要有資金聚集 比如說銀劍資金都在這啊 你看它跌也很難嘛對不對 對啦 但是標到有點讓人家怕了 怕怕但是資金就在這 再來最好是有法人的買盤 不管是外資或投信 再來就是高殖利率保護 那我們幾個條件給它設下去 第一個殖利率要大於4% 低於4%就不是高殖利率股 而且已經降標準了 稍微降一下 因為最近股票很多都漲太多了 那再來就是低劑 營收要年成長 至少要比去年好嘛 再來有投信或外資的買盤 技術面要站在短期均線之上 你要比大盤強啊 因為大盤至少也站在月線附近嘛 好那因為高殖利率股很多 就是沒有什麼成交量 所以我把它塞成交量千丈以上 那塞出了這些股票大家看一下 好就是最近的 高現金殖利率極有股 法人喜歡誰 那今天最強的應該就是1442的明軒 遇到昨天的收盤價 還有資產跟銀劍題材 對沒錯 那你看他的殖利率也有5.97% 那我們就簡單來看一下 我塞出來都是有5% 4% 都是最近強勢的股票 人家這個禮拜啊 比如說威劍啊 雄獅還好 那群疫症嘛 永信劍就不用講了 對之前我們這個Podcast 好像有聊到這檔股票 相當的強勁 因為高殖利率 應該幫你做梗圖 那不用不用不用 那只能用聲音而已 Podcast只能用聲音 那像這個長榮行 最近也標的要命啊對不對 那這個龍鋼 這個上次來也是有提到一下 那也是最近也是剛創高 那主要是高殖利率保護嘛 那營收成長 你看第一季營收成長很高 比如說明軒啊 永信界最近的標股嘛 對不對 至上剛剛這個 中總也講到 點名了 本來想講了 被他講走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換一檔來講 一樣是IC通路 跳這個3033的微鍵 一樣是做這個IC通路的 電子零組件的銷售 他代理的產品線相當多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些一頭拉股 從他的官網抓出來 有AMD嘛 AMD 主要是AMD跟英飛靈 可是AMD前兩天表現不好啊 沒關係 他代理他的產品 還有很多其他的優質公司 比如說像 Western Digital WD 然後恩智浦 那我們先看一下 他的營收其實也不錯 第一季營收是184億 年增長11% 但是他的3月份營收 我記得是創一個歷史新高 是 好那你看一下 投信第一天買 那時候我抓出來不知道 因為至上是投信一直買 對 那 威健 因為他的高殖利率 所以投信第一天買 我們先看一下 剛開始買 第一天買 大家都會特別關注 對 連續27年都配8股利 近5年 填息機率100% 然後看一下這個K線 大戶也是400檔大戶持續往上 K線來看 今天是 昨天是第一天表態爆大量 你看這個 看這個技術面是剛創高 並不是說位階相當高 而且股價也蠻清明的 三幾塊 昨天紅K1 2沒有跌破 基本上都是可以偏多操作 那 昨天的爆大量低點沒有跌破 以這個大量低點為停順點 那我覺得只要有拉回 就可以偏多操作 沿著五日線往上做就可以 那我們下禮拜一就來關注一下 有沒有人會跟這個投信的單 那最後一檔 我們來看一下 也是高殖利率股 就是最近很夯的2618的長龍行 已經隨著兩岸可能開放 團進團出 大腸起來了 兩岸的紅利 再加上有可能00940也會納入他 這個ETF責任股 納入也是有潛在性的買盤 那因為這個題材 大家都大概都知道 我們先看一下 先看籌碼就知道 最近外資與投信都爆買 外資最近10天 買了12萬張 這相當數量相當多 沒錯 投信買了6萬張 這也非常的多 你看這個買盤 源源不絕的往上 那技術面來看 他關鍵就在於這根K棒 轉強的這一天 他整理的超久 記得以前還聊到這個長龍行 這很難操作對不對 因為他實在是長不起來 飛不上天 對那這根紅K出來 大家都想賣 對不對 一賣就賣飛了 這個飛機就飛走了 長龍行就飛走了 終於起飛了 沒錯 那你看他這個 那你現在怎麼操作 只要有回五日線就進場 你看最近 這根表態之後呢 他只要有回五日線 他就會往上 回五日線就會往上 那跟五日線 因為乖離過大你就賣一半 那我看這個法人目標價 目前最高只看到40左右 那看如果說真的來了 也有可能這個本土投庫也會調高目標價 所以我覺得這檔還是可以特別留意 好 世君因為長龍好 我們對他印象真的太深了 沒錯沒錯 過去只要有利多都漲一下下 然後就跟你整理爆炸酒 可是現在起來去追又擔心 會不會已經漲完了 對 所以就是要沿短均線嗎 沒錯沿著五日線抽 就要回到五日線附近 你就盡量去稍微進場一下 然後在五日線 乖離過大出場 那我覺得說沒有出現這種爆量長黑 或是法人大幅的轉賣 我都還不用太擔心 好這邊非常謝謝 古奇小王子世君 謝謝